原标题 最终自吻无将之变 死得极为壮烈 宛如一曲悲歌 韩信各性柔 能忍人之不能忍 最终却死于夫人的阴柔之手 死得真让人觉得奇迹惨惨怯怯 项羽之死可以说得上是韩信一手促成的 可是项羽一死 韩信却也无存在的价值呢 最终被大汉王朝卸墨杀驴 所以有许许多多的人都为项羽当初没能重用韩信而哀叹不已 今天我就来分析一下 项羽没能重用韩信的原因所在 据陈平所言 项王不能信任 其所认爱 非诸项及其之昆帝 虽有其事不能用 这就是说项羽在用人方面任人为亲 至于项羽为何任人为亲 我认为主要有下列两方面的原因 第一方面 像是殊职起兵就是以项氏宗族力量为依托的 说白了 就是个家族企业 所以项家军的力量构成跟沉分无往的起义军 以及刘邦被推卫首领的配线起义军是有显著不同的 既然是家族制企业 那用人方面肯定是倾向于相信自家人了 第二方面深受楚国用人制度的传统文化影响 有个成语叫 储才禁用 原初处于左传中虽储有才 近时用之 以据元旦政治家耶律储才的字叫近清 也是取得储才禁用之一 我们看春秋战国时期的储国历史 便与我们考证的 储国最高级的两个官职令隐与司马 几乎清一色的是由出自于储国的公族人员担任的 至于其他职位也就可想而知 其实储他又何止只是未尽用 还未无所用 还未月所有 吴月争霸时期的方方核心智能人物 吴国方面 不但吴子旭是来自于储国 就连老个身受吴王夫差 宠信的薄皮也是来自于储国的 而月国方面辅助月王勾建卧薪尝胆 破无称霸的范黎 文种等员也都是储国人 所以就不难理解吴起在储国变法 储刀王一死 吴起就为救贵族所杀了 其变法也就自然废止了 储国的用人制度的文化 其实就是轻用选能 外人是很难进入储国高层核心的 这种状态只是到了战国的后期 才稍微出现了一下松弛 所以向家军的家族制企业的特点 以及储国在用人制度上的传统文化影响 应该是项羽没有重用含信的一个原因 但我认为这还不是根本原因所在 因为龙且、鹰部、钟离妹、继部等人 都是项羽手下最为得力的大将 他们都深受项羽的重用 那为何项羽没有重用含信呢 我认为是两人作战思想的不同决定的 含信曾在项羽手下当差 肯定嗜及过不少意见与想法 可惜项羽都没有采用 要不然后来也就不会抱怨曾经 在项羽手下 观不过狼种 畏不过直己 言不听 话不用了 项羽特别擅长打那种阵地战 两阵冲锋型的 这种战争主要是凭勇气取胜的 正所谓 狭鹿相逢勇者胜 曹贵在曹贵论战义文中 也说到复战 勇气也 阵地战是自周朝以来 最为主流的战争打法 而项羽所重用的龙且 鹰部、钟离妹、继部等人 都是极其骁勇的汉将 也都是极为适合阵地战的作战风格 而 韩信能忍胯下之辱 以切文明 其实比较擅长打那种狙击战的 狙击战的胜利主要就不是拼勇气了 而是要拼巧劲了 所以 这个就跟踢足球一个道理 你的足球队是打全攻全守风格 你就不会选择一个擅长打防守反击的足球运动员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